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鱼头嘛 连鱼头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红莲的鱼头 比较好吃 就是做出来分量也很足 然后味道又很鲜美 对不对 好的 那这会儿呢 我们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小米今天推荐的这道美味究竟都需要哪些原料 锅烧鱼头堡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红莲鱼头 蒜头 洋葱 生姜 葱和生粉 需要准备的调料有猪猴酱 香油 胡椒粉 盐 鸡精 糖 老抽和生抽 那现在我们先来做这个鱼头的腌制 腌制我们就是首先放各种的调料放进去 盐放少许 好 然后糖 鸡精 盐 糖 鸡精 鸡精可以稍微多一点 因为今天鱼头特别大 这个提前腌制也是让它入味 另外一个也是去腥味 对吧 对 而且主要是入味吧 这个是胡椒粉 好 胡椒粉 然后加一点点的生抽 生抽不用多 然后老抽一点点 好 所以今天这个鱼头其实蛮重口味的 还有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酱 就是猪猴酱 这个是在超市里面 超市可以买得到 对 猪猴酱可以多放一点 因为它是猪猴酱其实主要其实也跟海鲜酱差不多 其实它就是一种干贝 干贝类的提炼出来的酱 对对对 如果你实在买不到这种猪猴酱的话呢 你可以去买海鲜酱 也是可以的 对 好 这样的腌制出来的鱼头 酱香味会非常的浓郁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腌制这个鱼头 把所有的调料拌匀 好 最好直接下手了 这样子可以把它抹得很匀 对 我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会 就是喜欢把鱼头再切小块一点 那你如果厌客的话 当然鱼头保持完整比较好 好 给它搓一搓 这个步骤主要是让它腌制入味 对 放点生粉 好 生粉 稍微拌一下 是让它鲜入味道 这个顺序其实也挺重要的 然后再裹上生粉 对 在裹上生粉 腌制的话 那个时间上有要求吗 小米 差不多腌个十五分钟左右 腌十五分钟 然后再去裹生粉吗 没有 就是你拌好以后就可以裹生粉 裹上生粉 让它再腌一会儿 我们这时候还可以再 等生粉基本上裹均匀以后 然后你再加一点麻油 香麻油 香麻油 这个要加多少 加少许 提香一下 提香一下 可以吗 可以了 因为如果先加油的话 再裹生粉 生粉会被油包在里面 划不开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我们让它腌一会儿 好 现在锅差不多热了 然后我们 倒油 所以你也要小心 因为加热过了这个锅子 砂锅现在是比较 温度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多一点点没关系 就是砂锅 可以当作炒锅来用 对 好 然后这个时候把食材放下去 好的 来 我可以帮忙 这个料啊 别看它是配料 一定要足足的才出味 对 洋葱 洋葱 比较多 我记得我有一次 好像去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我那个朋友呢 就说一定要尝尝 他家的蒜子鱼头 它里面 对 就是大量的加了蒜 然后和鱼头焖在一起 真的很香 你就吃不出来腥味 就觉得那个蒜香和鱼头的鲜 美容合得特别好 所以做鱼头这样的菜肴 配料特别的重要 对 好 我们现在 先把这些鲜 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 现在可以把鱼头放进去 好 鱼头在家里面腌制的时间 刚才小米有提醒大家 就15分钟就可以了 对 而且放的时候 大家记得先放就是 肉多的部分 把它铺在下面 这个顺序很重要 对 如果你先把鱼头放在下面了 也比较麻烦 比较不好 不容易熟 是 因为它肉块比较多 而是要把它 就是比较厚的这些肉 要放在下面 好了 鱼头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盖 开始这样子焖了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说里面 我们没有加一点点的水进去 对 会很担心它会焦掉 那要怎么样处理 因为这样子它会比较香 就是如果加了水 那会会影响它的口感 那你在这个 包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自己也会出点水的 而且里面我们还有洋葱 所以但是一定要注意 是保持小火 对 然后在这个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再 有一个方法 就是从这个边边 不用加盖 盖子不用打开 不用先 不用先 它会流下去 从这个盖子的边边 把油倒进去 倒一圈 对 好 大家记住 现在锅子是这种状态 就气还没有往外喷的时候 淋入一次油 好 第二次什么时候加呢 稍微等一下 第一次淋油和第二次加油的时间 间隔三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对 然后现在我们加第二次 好 还是同样的方法 沿着锅边加一圈 对 这样子做出来的鱼肉又嫩 对 不会粘锅 一点一点的淋入 真的是很好的方法 其实它主要的任务 其实现在是在保护食材 是 是吧 然后也保护我们的锅 对对对 好 那就这样子 小火一定要记得 淋两次的油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鱼头饱 特别的香嫩 和平时做的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等20分钟 15到20分钟 对 好的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再回来 那趁这会儿时间呢 带着大家去看一下 这道美味 究竟是怎样做出来的 锅烧鱼头饱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红莲鱼头 蒜头 洋葱 生姜 葱和生粉 需要准备的调料有 猪猴酱 香油 胡椒粉 盐 鸡精 糖 老抽和生抽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鱼头中加入 盐 糖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猪猴酱 生粉 和香油 腌制入味 砂锅加热 加油 姜片 蒜瓣 洋葱炒香 鱼头放入锅中 用中小火 煲15到20分钟 可以在还没有冒气的时候 沿着锅边 淋一点点的油 三分钟后 再加一次油 最后 在起锅前 加入葱段即可 鱼头具有营养高 口味好 富含人体必须的卵磷汁和不饱和脂肪酸 对降低血汁 见脑及延缓衰老有好处 20分钟 保持小火 现在呢 已经 鱼头是已经熟了 但是 还有一个调料要放 对 还有一个葱段 对啊 葱段 我都把它说成调料了 是因为真的 你提前放的香气 和它最后有点 就是 其他食材都熟了 你再放进去 的那个葱香味是不一样的 然后葱段放进去以后 我们盖盖子 然后再用大火给它 焖个五分钟 就可以了 因为你打开盖子的那一刹那 它是那种鱼头的鲜味 然后你再加上去那个葱 因为葱这会儿还是那种生的状态 对对 跟它们在一起 还是要有点热气 让它加热一下 然后会更香 它是那种葱的清香味就流下来了 清香味对对对 特别的好 所以你上锅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下面还在 噗噗噗噗噗的 这样子在冒泡 特别入味配饭呢 是超级好的 你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 很容易 腌制的时间够 然后呢 然后炖的时间够 保持小火 你的拿手菜 就可以拿出手 招待客人了 好 节目最后呢 要特别感谢小米的光临 也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时辣运转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